这是神仙的通灵游戏 女孩摆上图纸铅笔 口中默念咒语浅诚祷告 下一秒 那铅笔竟然缓缓地转动 女孩马上提出问题 对方表示自己是她的妈妈 她赶紧拿出灵体侦测设备 跟着设备的指引一路寻找 当她来到地下室 竟然真的看到了一个人影 女孩叫小美 父母双亡让她性格孤僻 如今跟婶婶住在一起 这一天 她看到同学在玩通灵游戏 得知可以见到去世的亲人 她回到家里 就开始了召唤术 随着通灵设备的指引 她满怀希望地走过去 却发现是婶婶丽莎在收拾东西 这一天 丽莎送给她一个布偶 希望可以像妈妈一样陪伴她 夜里睡觉时 那玩偶眼睛 竟诡异地转动起来 这一天 丽莎在缝纳衣服 下一秒 一阵音乐声响起 她缓缓推开房门 那音乐盒竟诡异地响了起来 她关掉音乐盒走出房间 音乐声又再次响起 她推开房门 那本来在工作间的布偶 竟然诡异地出现在椅子上 她关掉音乐盒 锁上窗户 那布偶竟缓缓地转了过来 这一幕让女人惊恐万分 小美摆弄着通灵设备 对母亲的思念让她没有放弃 这次没有让她失望 跟着指引 她看到一个白影 小美倾诉着对妈妈的想念 那白影温柔地牵着她走到床上 在摇篮曲的声音中 她甜甜地进入梦乡 第二天 迟迟未得到小美吃早餐 当美上楼查看 楼梯拐角的布偶显得很诡异 来到阁楼 她发现一份遗嘱 她仔细地查看 丝毫没注意到那布偶来到她旁边 诡异的大眼睛 还时不时瞟她几眼 突然 身后传了一阵诡异的响声 她猛然掀开布帘 小女孩在对着空气喊妈妈 这场景让女人害怕 丽莎说她的妈妈已经去世了 可小美却说 妈妈就在前面 丽莎望向四周 什么都没看见 下一秒 一双手伸出 直接把她拽进沙坑 大量沙子铺天盖地将她掩埋 听到呼救 大莎迅速赶来 那丽莎直伸着手在外面 大莎疯狂跑土 才将她救出 远处的小美 显得特别诡异 夜里急促地敲门声响起 丽莎开门却什么都没看见 突然 钢琴的声音传来 循着声音 一个白衣女子正在弹琴 那优美的音乐 却让丽莎充满寒意 她叫出小美妈妈的名字 那白布退下 把丽莎吓坏了 那恐怖的脸 吓得她转身就跑 冲进房间关上房门 黑暗中 她哭斥一声点燃火柴 恐怖的脸出现 丽莎的尖叫声惊醒大山 打开房门看到她在拼命挣扎 她说看到了去世的嫂子 可来到钢琴前 却什么都没发现 监控里 白衣女人在靠近 四处查看 却什么都看不到 突然 黑暗中 女人诡异地爬出 两人笑得起声就跑 幸亏丽莎手中有驱魔符 冲进房间挂在门锁上 那门被撞得框框作响 最后慢慢平复下来 第二天 她将找到驱魔师 寻求帮助 这个夜晚电闪雷鸣 小美开始向灵体提问 结果全部答对 一切显示 这就是她的妈妈 驱魔师让小美回到房间 接着开始跟灵体谈判 她提出 想送她回到灵界 下一秒 那牛皮纸突然开始自然 而小美房间的灯 不停闪烁 驱魔师表示 孩子妈妈不想回去 现在 她要展现真正的绝迹了 驱魔师做法 念动咒语 楼上的小美 一杯恶魔附体 她举着剪刀冲来 哭哧一声 扎进驱魔师身体 四个大人齐心协力 勉强控制住小美 驱魔师两人不停捏着咒语 小美渐渐平静下来 此时 她冲着正前方 叫了声妈妈 大家望去 房子开始震动 灯光开始忽明忽暗 大山救出被小美伤害的保姆 带着玩偶冲了出来 驱魔师用护身符封印房子 一切才得以恢复平静 医院里 驱魔师说 小美召唤的并不是妈妈 而是恶魔的伪装 当年 因为小美妈妈的灵魂 被驱魔师打成重伤 如今 受到小美召唤 趁机回到了人间 他们来到一间密室 取出法器 男法师说 这是恶魔克星 用它可以彻底摧毁恶魔 夫妻俩回到被封印住的屋子 不料 她已经附身在玩偶身上 原来 危险一直就在身边 大山一家 来到玩偶工厂 那数量繁多的同款玩偶 让小美很开心 她希望给玩偶缝制裙子 突然 恶魔之子出现 将丽莎困住 驱魔师夫妻俩及时赶到 拿起一把匕首 刺向女驱魔师 驱魔师身负重伤 大山也被摔晕了过去 女驱魔师还没跑出去多远 就被大漂亮给追上 哭吃就是几刀 女驱魔师爆发潜力 成功逃走 一路跑回大山家中 趁着大山晃神 恶魔附身在她身上 驱魔师夫妻俩拼尽全力 终于是制服住了大山 男驱魔师用匕首 狠狠地插进玩偶的心脏 随着玩偶的灰飞烟灭 大山醒了过来 接着 女驱魔师拿出法器 用力插进恶魔身体 恶魔终于被消灭 故事到这也就结束了 外国人少 还真是有原因的 这么诡异的娃娃 看一眼都让人胜得慌 竟然还能畅销 也是让人无语啊